可以 試試看 我現在先demo好了 比如2009年的1月1號 到2009年的12月31號的資料 幫我把它撈出來 放在這邊一下 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自動幫我撈到這邊來 然後最後當然我可能需要一個排序 好像剛剛 那個 同學講的那個 需求 雖然有人不會排序 OK 甚至我們都可以用VBA排序了 甚至也不用自己動手 那要怎麼做 我想這個地方 當然最後你可以資料 不過你可能A到Z Z到A 自己再排一下 比如說我要D升 那我就A到Z一下 要不要擴大方還要 OK 那要Z到A 要不要擴大一下 那這個地方 你如何透過VBA幫你去撰寫 OK 如果程式裡面最後再加一行就好 你要D升或D減 如何撰寫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就一行 很簡單 前面有寫過 你可以指定 比如說我從 Range A1 目前的整個範圍 整個範圍就 Current Ratio 有沒有 點後面有個方法 叫Sort Sort就是排序 然後你告訴他什麼呢 你要按照哪一欄排序 然後排序的方式 是什麼 就OK了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撰寫這個 地方 特別注意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我可以拿什麼呢 把剛剛的那個篩選總價的部分 Current過來 貼上來就可以了 貼到把它改這個建檔日期 另外的話呢 改幾個地方 因為這個改的地方不多 所以我已經把它貼到雲端上 就是改這個 就是 請輸入起始日期 請輸入結束日期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呢 會有個地方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為什麼一定要改 像我假設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如果不改的話 這個地方 比如說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 斜線 特別注意這個斜線 在那個什麼呢 在那個檔名 就是工作表名稱上面 它不允許的 它那個保留字 不能用 所以呢怎麼辦 要不就是說 你去掉 可是去掉看怪怪的 你變 所以我想一個方法 符號裡面能用的 就underline 底線 所以以後寫程式也是一樣 任何的符號都不要用 除了underline 是安全的以外 OK 所以呢 那我應該怎麼樣 我這邊用個replace replace 因為在VBA裡面有一個 Function 有個函數 叫做replace replace 其實就給它三個東西 第一個 你要取代的字串給它一下 所以我這一串給它 這一串 就是介於x 與y 有沒有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輸入這個x跟y嘛 然後我就不是串接嗎 然後介於 就是等於我要給它的名稱 我就把它先放這裡 然後呢 我要把這裡面的什麼東西 因為x跟y裡面 只要串接完之後 它就變自串 那我就把這個自串 裡面呢 的這個斜線 比如說我輸入可能2009年的1月1號 然後放進來因為串接嘛 它就變成雙0號 然後就把這兩個變成底線 所以把這個取代成底線 只要有個replace就OK了 這個replace方法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 你們遇到什麼 在 Excel裡面 就在VBA裡面需要取代的字串的話 特別要字串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把斜線改成底線 再把這個結果丟到 S 再把這個S丟過來 其實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乾脆把這個寫到這個 也可以啦 只是一般習慣是先丟到S 然後再放過來 OK 但如果你不喜歡你把它結合一行也OK 大概這裡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話呢 那個filter Autofilter本來是8 改成1 第1欄 然後再來的話大於等於x and 小於等於y 選擇 第2欄